先生 你是对这台幕上感兴趣吗 我可以为你们介绍一下的 嗯 可以 秀秀 不是我说你 就算你想接生意也要有点眼力尽啊 这种年纪跟你差不多大的 你觉得他能买得起兵力吗 只要是客人 不管买不买都要好好招待的 真是脑子缺根筋 农村丫头就是农村丫头 哪能跟我们这些城里人比 我可以坐进去感受一下吗 可以的先生 等一下 这车多少钱你知道吗 不买就别碰 碰坏了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 还有钱秀秀 这些什么鸡脚嘎啦蹦出来的穷人 你就随便让人碰车 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还想不想干了你 可是 展车本来就是可以 你一个农村来的穷丫头知道什么 我说不能给人碰就是不能给人碰 这车放在展厅不就是给人体验的吗 是给人体验的呀 但不是给你们这种穷人体验的 穿着一身假名牌就以为自己是上等人了 你们这样的人我一个月都要赶走好几波 不就是看见豪车走不动路 进来摸一下都感觉赚到了吗 你的服务态度也未免太差了吧 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做销售 哟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里的每一台车都至少几百万起步 你们倒是有眼光啊 一来就冲着最贵的沐上来摸 反正你们横竖都买不起 还想要我给你们好脸色看 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买不起 呵呵 你们要是买得起 我就把这块毛巾吞了好吧 行了 看也看过了 赶紧滚吧 别站在这碍眼 真是的 一副穷酸样怎么好意思进来 这位小姐姐刷卡吧 全款就这台沐上 现在你就给我把毛巾吞了 哼 随便拿一张卡出来就想糊弄我 这车八百八十万 我就不信你卡里能有这么多钱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位小姐姐帮我写合同开票吧 啊 先生 您真的买吗 嗯 好的 请您稍等片刻 我这就给您去准备合同 叮 刷卡成功 你已成功支付八百八十万 啊 怎么 还不把毛巾吞了 歉 先生 对不起 我 我错了 一句道歉就想完事吗 我脾气可没那么好 给你十秒钟 否则后果你应该知道的 好 我吞 我吞还不行吗 若曦 我们走吧 哇 这车还真是不一样呢 比我的宝马好多了 喜欢吗 喜欢的话就送你了 不要 这种车适合你们男人开 我还是喜欢我的小宝马 轻巧方便 再说了 我可是要自己赚钱的 支气倒是不小 嘿嘿 想赚钱的话 把工作辞了 跟在我身边 好啊 我本来就是去锻炼能力的 现在看来 在那上班 还不如跟在你身边学东西快 嘻嘻 不过你可要给我开工资哦 好说 你就暂时做我的秘书 以后 等我自己的新公司开起来了 再根据你的业务能力 给你一个职位 什么 你要开新公司了 嗯 单打独斗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我早就在筹谋了 现在我们就去找一个人 他会是我的得力助手 我的天 单打独斗短短时间内 就能赚到快百亿 真不知道 这还不算大气候的话 要什么样的成就才算 唐先生 有时间坐下来 一起聊两句吗 我们认识吗 之前不认识 但现在就认识了 你好 我叫钱十一 十一先生 似乎是找我有事 唐先生 你是历史上 唯一连续两次获得微软盖茨节出奖的员工 包括世界首富盖茨先生在内 整个微软的管理层对你都非常看好 不过据我所知 唐先生 你在微软似乎过得并不开心 我现在工作得很开心 另外也没有跳槽的打算 你们猎头公司就不要来找我了 我并不是猎头公司的人 不过这一次来 的确是希望邀请唐先生加入我的公司 抱歉十一先生 我还有点事 下次再聊吧 真是不知所谓 随随便便上门来 就说要我去给你打工 简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唐先生 你知道任何一家现代化的公司 对员工的诚信 都看得十分重要 一旦发现某位员工存在欺诈的情况 恐怕会导致十分恶劣的后果 唐先生 你也始终战战兢兢的 对吧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唐先生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 你的福尼亚州理工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 应该是假的吧 你什么意思 我并不是在威胁你 反正我很清楚 你内心时刻都在为你的学历问题而担忧 这个世界上 只是包不住火的 迟早有一天他会被所有人知道 与其因为这件事情而战战兢兢 不如直接选择一个愿意接纳你这个污点 并欣赏你能力的公司 不是更好吗 好 我现在的年薪是五百万 你开得起吗 我给你一千万 因为你值这个价钱 你是哪家公司的 我的新公司还没创立 只要你答应 我马上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公司审批 你将是我公司的第一位员工 连个公司都还没有 真不敢相信 我居然在这跟你浪费了半天时间 唐先生 我的时间比你更值钱 所以我希望你考虑清楚 你拒绝的不是一份工作邀请 而是你更加璀璨和光辉的未来 打开全国商界新纪元的机会 好 我要看见你的实力 确保你不是在逗我玩 行 你自己看吧 我的天 一千亿 这不过是我的一小部分资产而已 怎么样 如果唐先生还有一律的话 可以和我一起到附近的公行验资 不用了 我相信十一先生 不会拿这种事情跟我开玩笑 那坐下来聊吧 十一先生 恕我冒昧 请问您的这笔资金 是您个人所有 还是家族或者合资 唐先生 你有关注期货市场吗 虽然我自己不曾涉猎 但也知道 最近期货市场 出了两名神秘大神 一个在之前 国内绿豆期货市场上 以数千万本金 赚取超过数亿 另一个则更厉害 在原油国际期货中 狂赚数十亿 我的天 难道那两个神秘大神 就是您 没错 金融圈子里 可一直都在找这两个神秘大神 没想到居然是您 要是让外界知道 这两个大神竟是同一个人 还如此年轻 只怕是会引起轩人大波啊 唐先生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对十一先生的实力 已经没有疑问 但还是想知道 十一先生您看好哪个行业 互联网 互联网 现在别说国内 哪怕西方的资本集团 也并不看好互联网 认为现在的互联网繁荣 不过是泡沫 迟早会破碎 十一先生 您为何会这么有信心呢 任何一个行业的繁荣 都需要有对应的创造利润的能力 眼下全球所有的互联网公司 都还没有找到流量变现的办法 所以不能赚钱 因此这个市场的火热 多数都是资本炒作出来的 说是泡沫并不过分 也的确会破裂 但我坚信互联网在未来 二十年之内 就会影响全人类的生活 你看 如今的国内遍地都是机会和黄金 我将会开创一个盛世 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 唐骏 你舍得错过吗 好 十一先生 合作愉快 一定愉快 对了 十一先生 你的新公司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 我要先从微软离职 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嗯 一周后 你到我所在的市里找我 十一 有时候我真想打开你的脑子 看看里面装的都是什么 唐骏这样的职业经理人 眼高于顶 坦白地说 就算是我爸来邀请他 我觉得他都不可能会同意 为什么他就会听你的呢 唐骏这种人 跟他说多少年薪工资是没意义的 他更想实现他的理想抱负 他需要的是一个平台和一个机遇 那他为什么还从微软离职 这可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老板还是世界首富 就是因为微软太大了 所以唐骏很清楚他在优秀 也只是一个外来者 无法充分地发挥他的能力 而我能给 他就来了 十一 刚才张行长他们 是约你今晚再洗来灯吃饭吗 嗯 这些都是人脉 做生意离不开朋友的帮衬 哪个行业都一样 所以必要的应酬还是不能少的 十一 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 李一峰你还记得吗 他之前给我打了电话 说是今晚 要在洗来灯举办个同学会 我本不想去 但他怂恿了不少 以前在班级里玩的还可以的女同学 天天叫我去 今晚你正好有饭局 不如陪我去走个过场 嗯 我怎么不知道还有个同学会 人都是这样 捧高踩低 在他们眼里 你还是个穷小子 听说李一峰今年在股市赚了不少钱 这次叫的 也都是条件还可以的同学 自然没叫你 我记得没错的话 李一峰好像一直在追你吧 胡说 我跟他都没什么联系的 那这个同学会 我还非陪你去不可了 要不是那几个要好的女同学一直邀请 我也不会去的 放宽心 我没多想 李一峰追你是他的事情 追你的人还少吗 只不过眼下 他正好送上门来 我也要告诉他 对你还是别吃心妄想了 你这话说的 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不必误会 我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嗯 讨厌 我 我都没准备好 你 你怎么就说出来了 嘿嘿 还需要准备什么 我的意思是让你安心在我身边工作 别考虑那些感情的事情 身为老板 我可不想我的秘书 心里整天想着别的男人 十一先生 我们在兰江阁包厢 大家都等着你呢 嗯 我在楼下的407包厢 稍微应酬一下就来 407 那行 我们等你 诶 若曦 健健 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没办法 你们一个个给我打电话 怎么都要来一趟 对了 他是十一 你还记得吗 嗯 时间太久 我不记得了 没事 一黄眼都十年了 不记得也是正常 若曦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刚可是出了一个很厉害的炒股高手 听说李一峰今年在股市上赚了七八百万 今天这次同学会就是他买单的 他现在正好在包厢里 跟大家传授炒股知识 我们也快去吧 说不定能得到一些指点赚一笔呢 所以说你们不懂 想学炒股就虚心跟我学 我一年赚了七八百万 这可是你们奋斗十年都赚不到的钱 要不是看在同学的份上 我才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 知道外面人都叫我什么不 叫我股王 你们看 我把谁带来了 若曦 我们等你很久了 我今天来也只是看看老同学 你们不用刻意等我的 若曦 你不知道吧 我炒股赚了七八百万 我现在有钱了 哦 那好像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苏若曦冷淡回应道 李一峰皱着眉头 感觉面子有些挂不住 在场的同学 知道了他的事情之后 哪个不是满脸笑容的巴结自己 偏偏苏若曦却一副看不上的样子 哼 以前在学校你看不上我就算了 现在我赚钱了 你还敢对我不冷不热的 那个你是谁 这是我们的同学会 无关人员不要进来 他是十一 也是我们的同学来着 十一 就是以前 那个一天就吃两顿饭 天天咸菜配馒头的穷小子吗 李一峰 十一怎么说 都是我们同学 你客气一点 什么同学不同学的 是听说我炒股赚钱来求我指点的吗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十一你个穷逼 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没法跟我比 现在差距更大了 你要是识相的就离若曦远一点 别靠那么近 我心情好还能吃点几只股票 让你起码能吃上一顿肉 你说什么 混蛋 快把你的狗爪子拿开 我要是不拿开呢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李一峰 大家都是同学 还是不要闹得太僵 对了 你不是说要给大家介绍一只股票 说一下吧 也让我们这些老同学沾沾光 十一若曦不过是同行你这样的穷逼 不要等鼻子上脸真把自己当个人物 今天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差距 我给你们推荐的股票就是海城科技 这只股票明天开牌一定会大涨 海城科技就是一只垃圾股 马上就要爆雷 进一个死一个 周倩倩 如果你真打算炒股赚点钱的话 买一些万克的股票 长期持有赚个百分之三十应该不是问题 十一你也了解股票吗 倩倩相信十一没错的 哈哈我没听错吧 你说我选的是垃圾股 会爆雷 真是可笑至极 装逼也不是这么装的 在这的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学 谁不知道你十一是个穷逼窝囊费 你敢质疑我 我可是一年炒股赚七八百万的人 大家听好了 这个傻子说我选的是垃圾股 他推荐万科 我话就放在这 选万科还是海城科技 你们自己选 不要错过了机位 还要我不带你们发财 上错了车损失的可是你们自己的钱 呸十一你是什么臭玩意 也配在我们面前装逼吗 是啊 李一峰可是出了名的股王 他怎么会推荐错 这个十一还是算了吧 肯定是吹牛的 就是 我看他就是想在苏洛西面前表现自己 也不想想 股王的成绩摆在那 他算什么东西 我决定了 明天开盘就去买海城科技的股票 真是来搞笑的 好好一个同学会 给这个老鼠屎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 风哥 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这种农村出来的能有什么本事 你还是跟大家传授下你的炒股心得 十一 我们走吧 跟这些人没什么好聚的 我的天 海城科技发公告了 说是董事会重组了 公司管理层有重大变动 所以我才看好这只股票 董事会一重组 他的业绩一定会飙升 到时候股价也会跟着涨 可是下面有人说 海城科技涉嫌隐瞒公司重大亏损 还有做假账的嫌疑 都让股民卖掉手里的股票 怎么可能 我把全部身家都赌进去了 肯定是庄家故意放出去的假消息 就是为了让股民把股票卖了 十一先生 他们听说你在这有应酬 于是我们几个合计了一下 来见一见十一先生和你的朋友们 顺便敬杯酒 我的天 那不是工行的行长张江吗 我去 那位不是大城公司的老板吗 上个星期我还陪着我们公司的老总 和他一起吃了顿饭 我的妈啊 就连工商局的征局长都来了 这些大佬居然都是来给十一经酒的 各位真是太客气了 若曦 我来给你 你们谁把他当同学来看的 今天还是我硬拉着他来的 但这种事情我是做后悔了 刚才你怎么不跟我一起去 你们一帮大老爷们应酬 我才不去呢 等久了吧 不会 十一 你不怪我吧 怪你什么 怪我非拉着你来同学会啊 没事 以后他们这种同学少来往就是了 这座别墅 目前暂时就是我们的办公场地 另外你的家人 先住隔壁的别墅 空的房间随便挑 好的 十一先生 我接下来的工作 需要做什么 我们的新公司 现在属于创业公司 只不过和别人不同的是 我们不需要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 钱我有的是 直接收购对方公司就可以了 十一先生 您是有收购对象了吗 有 我已经给我们俩订好了机票 晚点就出发去深城 深城的互联网公司实在太多了 不知道十一先生 您的目标是哪家 腾讯 他们现在有一款 即时通讯软件叫企鹅 是目前国内用户最大的 而且每天的新增用户都在暴涨 现在已经拥有了超过500万用户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只小企鹅就会成长成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 我之前倒是有听说过 微软自己也有即时通讯软件 就是MSN 十一先生 您应该知道的吧 在我们内部评级上 腾讯是国内微软最大的对手 不过包括腾讯在内 所有的互联网产品 目前都没有找到盈利的方式 每天都在亏钱 这只不过是暂时的而已 我就要告诉所有人 互联网产品是可以赚钱的 而且是赚大钱 十一 我爸想让我们回去吃个饭 顺便想跟你聊一聊 关于房地产计划的事情 行 正好我现在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了 等我从深城回来 十一 何家的家主下台了 虽然他们家主换人了 但何家还是那个何家 这一次 他们损失十多个亿 还丢光了脸 短时间内 是不会有什么动作的了 但他们不会就这么吃了个亏就算的 嗯 没事 兵来将党 这次找你来 主要想谈谈你之前说的房地产的事情 上次你说过之后 我一直有派人调查市场 发现大有可为 刚好我这边得到了一些绝密的内部消息 省城政府打算拍卖一块地 我感觉很有投资价值 这块地拍卖的底价是多少 拍卖底价是二十个亿 何家这些大家族 还有其他一些大公司 必然会出手 谁都能看得出来 整体开发权的重要性 哪怕放在手上升值也是值得的 所以最终成交价我估计会很高 嗯 一旦我们能打下南陵江南岸整体开发权 我们就掌握了未来二十年 整个省城核心经济区的最大话语权 好 十一 之后整个拍卖的事情就交给你来负责 我现在安排人去把房地产公司注册起来 哟 小子 来申请竞拍啊 没想到你一个吃软饭的 还真吃出点名字来了 你倒是想吃 可惜永远吃不上 小子 你别得意 我之前是吃了个亏 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是苏东升和他背后的人赢了 你充其量不过是他们身边的一条狗 少在我面前狗账人士 那不如我们看看 这一次谁能笑到最后 哼 你还没资格跟我说这样的话 别忘了 你不过就是一个吃软饭的 苏家随时能把你一脚踢开 苏家会不会把我踢开我不知道 但是这一次 你们合家的算盘 怕是要落空了 哼 小子 咱们走着瞧 帅哥 没想到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美女 你这是算夸奖吗 算吧 刚才要是他气急败坏动手打你了 你怎么办 当然报寻补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 暴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违法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是别的男人 我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总会在我面前想方设法地 表现出自己身世又不怕挑衅的一幕 似乎这样才能展现出他们的男性魅力 所以那是别的男人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霍安兰 来自港城霍家 你呢 前十一 特末 他十一算个什么狗东西 也敢爬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 上爷 老爷交代过 现在还是以正事为重 等咱们的计划成了 那个十一不还是你面前的一条狗 到时候你想对付他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吗 你说的不错 十一和苏东生这两条狗 恐怕做梦都想不到 我们已经和港商那边联系上了 有了港商的支持 这一次拍卖 一定会是我销到最后 千亿的投资啊 没想到这个港商居然这么有钱 难怪省府的领导都那么重视他们 你的意思是说 何家很可能已经跟港商方面有了联系 嗯 港商方面的态度 能直接影响到政府态度 港商那边既然打算投资 那么他们投资的地段 相应的所有配套设施都是要跟上的 现在正好又碰到省城城区扩容 那你有什么打算 既然何家想要那就给他 在拍卖会上 跟何家死磕绝对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这会极大的增加我们的成本 整体开发权真正的价值 在于港商的投资项目落户在南陵江南岸 而这件事情 是港商自己说了算 所以只要港商的态度有了变化 何家这一次 只怕是要吃个大亏 好 那你有把握影响港商吗 如果港商跟我们合作 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他们为什么不能 欢迎各位来宾 今天这场拍卖会由我主持 另外来自港城的富商或镇州先生 以及其长子或环宇 次女或安兰小姐共同旁观 本次拍卖的标的物只有一件 那就是南陵江南岸一块土地 以及配套捆绑的开发权 竞拍地皮的详细资料 想必各位也都提前了解过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现在直接开始竞拍 底价20亿 每次举牌交价不得低于1000万 21亿 24亿 30亿 小子 没钱就别出来学人玩拍卖 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11 他在故意激怒你 我知道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的底线是40个亿 看他的价值 恐怕不会轻易罢休的 35亿1000万 我说小子 你这1000万1000万的加算什么 老子直接出42个亿 有本事你在家 11 现在我们怎么办 超出我们的底线了 要不我们停手吧 嗯 而且这个价位拿低皮 也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42亿第一次 42亿第二次 还有佳将的吗 你不是很能吗 怎么不叫啊 你倒是给老子继续叫啊 老子痛不得拿钱砸都砸死你 哼 跟老子玩 你还嫩了点 45亿 11 我们不是不要了吗 何家这么有钱 就让他们多出几个亿吧 谢谢 11 你好坏 不过我喜欢 你别得意 你以为45亿就能赢 跟我们何家比钱多 你够资格吗 60亿 60亿第一次 60亿第二次 刚才哪个叫45亿的人是谁 爸 他叫千十一 爸 另一个叫何志成 我之前跟你提过的 你说的那的后生 明显是被何志成的价格吓住了 我看他也就这点出息了 他这是在遛狗 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 你没看到他一句话 就让你推荐的那个人 多出了15个亿 你要是有他一半的本事的话 我这次都不用亲自过来了 60亿第三次 拍卖成章 恭喜来自何事投资有限公司 竞拍成功 哼 小的 跟我比 你还差得远呢 10亿没有继续理会何志成 而是禁止走向了霍振州一行员 霍先生 我想和你谈一件大事 你能有什么大事 别耽误我们 走开 霍环玉 爸还没说话 你插什么嘴 爸 看看他想说什么吧 年轻人 你的手段不错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霍先生 霍家在回归那一年的金融风暴中 亏损的千亿资金 我能为霍家赚回来 年轻人 你知道失言的后果吗 霍先生 霍家在回归那一年的金融风暴中 亏损的近千亿 我能为霍家赚回来 年轻人 你知道失言的后果吗 霍先生 前段时间的原油期货 你可曾听说过 莫非你就是那位 没错 就是我 你要什么 霍家的全面合作 年轻人 你胃口倒是不小啊 你知道霍家的体量有多大吗 知道 但是内地的市场更大 足以把整个霍家吞掉 连一个水花都打不起来 不错啊 我真是对你产生兴趣了 爸 他说的都是大话 你也听 就他还想跟我们家全面合作 他有那个实力吗 你爷爷不就是白手起家的 以后少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本事没长 架子倒是不小 你叫十一师吧 这几天我住在喜来登 欢迎你来找我 好 晚辈一定会登门拜访 等一下 霍先生 你们答应了要跟我们荷家合作的 现在我们荷家花了六十个亿拍下土地和开发权 你们怎么能抛弃我们荷家 你答应的什么了 爸 你别听他瞎说 我只答应他把荷家推荐给你 可从没说过确定就是要跟荷家合作的 霍怀宇 这么大 这几天我当狗一样伺候你 你现在竟然不管我了 你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弄死你 哼 这次我们荷家花了六十个亿 你要我就这么算了 绝对不可能 这么的 不是还没成交吗 你不给钱废拍不就是了 不就损失五千万保证金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安兰小姐 谢谢你 我欠你一个人钱 喜喜 那就欠着吧 记得还哦 十一 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是不是 拍卖的牌子是你自己举的 价格是你自己报的 怎么能说是我计划好的呢 你别他妈装傻充愣了 最后你交的四十五亿 就是要让我提价 让我彻底走入死路 因为你早就跟这帮港老勾结好了 十一 你不得好死 如果我是你的话 现在就考虑要怎么办才对 你在这里乱飞 难道问题就能解决了 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 那个开发权 我已经拍下来了 我是不会让出来的 那你就拿着吧 你觉得我和霍家一起合作 把北岸给开发出来那有多难 而你们霍家 前面损失了十几亿 这一次又损失六十亿 我倒是想看看 你们和霍家有多少钱 能给你这个白家子白 你 泽泽 你这心理素质不太行啊 没说几句就给欺负写了 若曦 我们走 事情经过我都知道了 好小子 面对霍家都可以做到心平气和 条理清晰 进退有序 你不知道 我朋友告诉我那场面的时候 几乎把你跨上天了 霍家在我眼里没什么特别不同的 无非就是更有钱一些 但我并不觉得我在求他们合作 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更优秀的合作方向 他们是聪明人 自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何家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 现在他们面临两难的选择 你说何家会不会死逆着开发权补法 不会 如果何家是何志诚当家做主的话 还说不定 但是他的长辈不会像他这么没脑子 此时何家最好的选择 就是放弃金派 拼着损失那五千万保证金不要 也不能把这六十个瘾拿出来 否则何家真的要元气大伤 可是这样一来 何家怎么抬得起头来 不得给人笑死吗 他们这些家族最看重脸面了 平时是看重脸面 可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 这些家族的人比谁都看得明白 这个事情交给我吧 他们何家嚣张狂妄这么多年 不知道多少人看不惯他们 现在有了落井下石的机会 区区五千万怎么够 爸 我不甘心啊 你已经输光了 家族已经做出了决定 放弃这一次拍卖 保证金肯定是没有了 师傅那边很恼怒 因为这次拍卖是大事 很多人都关注着 结果我们却废拍 师傅那边要罚我们两个亿的罚金 什么 两个亿罚金 加上那五千万 家族不会放过我的 从一开始 你就已经走入对方的圈套里了 没想到那个叫十一的年轻人 居然能打动霍震州 这是最大的变数 也是他反败为胜的关键 混蛋 我要弄死他 胡闹 眼下何家已经全面落入了下风 结连的损失也让我的威望 受到很大的打击 此消彼长 你二叔的话语权却在增加 现在你先离开本省去港城 我手头上还有一些资源 会安排好你的路 霍家也不是一手遮天的 在港城 他们的对手多的是 接连两次教训 希望你能真正的成长起来 否则的话 我也无能为力了 十一 明天我们就要回港城了 投资协议已经确定了吗 如果是你拿下了开发权的话 那么就是确定了 多谢霍先生帮忙 称不上帮忙 内地的环境和港城不同 虽然我们是过来投资的 但众星肯定还是在港城 所以在这个项目上 还是需要跟本地势力 比较强大的开发商合作才放心 霍先生 我也打算过一段时间去港城一趟 因为我认为港城股市 有很大的机会 港股的机会 就是我之前对霍先生你说过的 能弥补回霍家之前 近千亿损失的机会 你是要做股指 没错 短时间内 必然会有一步大行情 你有多少把握 霍先生 你知道 在资本市场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确实 使我心急了 但如今的霍家的确很需要一个 快速回笼资金的机会 大概也就百分之九十吧 行 那我就在港城等你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 那么你就是霍家最尊贵的朋友 嗯 好 那晚辈先告辞了 十一来到港城 利用预知未来能力 短短几分钟 就帮助霍家赚取一百多亿 大陆仔 你是不是疯了 霍先生 我需要一支完全听力于我的操盘队伍 你听好了 十一先生的话就是我的话 都明白了吗 这么一个年轻的大陆仔 撑死了就二十多岁 我看霍家真的是疯了 才会找这么一个人来指挥操盘 现在马上按照当前价位平仓 报告 平仓交易成功 账面剩余十五一一千二百三十万 总亏损五一两千一百四十一万 寡蛋 恒生指数 方向看涨做多 点位一万七千九百八十点 十倍杠杠 全仓 大陆仔 我丢你雷目 你到底懂不懂股票 这大盘明明就是震荡下跌的走势 你居然跟我说要做多 今天大盘要是涨吗 我就把我的内裤脱下来给吃了 霍先生 我们工作是虽然不敢说全港第一 但服务的豪门不少 之前跟你的合作也算愉快 现在突然跑出来这么一个扑街仔 在这胡说八道 他是在拿霍家的钱当纸烧着玩吗 霍先生 我建议立刻解除霍家 跟这位操盘经理的所有合作 死骗子 你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我丢你雷目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林国栋在全港的操盘手中都是有名的 林国栋 从现在起 霍家将不会再跟你合作 所以你立刻闭嘴 还有你们这些操盘手 十一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谁要是再敢废话 我会直接去找你们的老板周鸿生去谈 好 霍先生你的钱 你说了算 哪怕在愤怒 林国栋也没有失去理智 在港城 没有几个人敢正面硬钢霍家 更何况还是霍震周这位第二代家主 不过他也没走 只是站在旁边看着 他要等着爆仓之后 看他们的表情有多么精彩 还需要我重复刚才的命令吗 一群操盘手再也不敢废话 直接操作 下一秒 一张做多大单砸进恒生骨指 十一 你有把握吗 自然是有的 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好 既然你有十足的把握 十分钟之内 我可以再掉一千亿进来 来不及了 行情已经开始了 龙药抬头了 报告 一万八千点了 怎么可能 这才几分钟 他买涨 大盘就真的涨嘛 不仅值钱的亏损全部赢回 甚至还赚了一百多亿 他是怎么做到的 短短几分钟就赚了一百多亿 我要是能早点抽掉上千亿的资金进来加杠杆 岂不是能赚上万亿 这不过是开胃菜 很快 还会有下一步行情 那时候才是赚大钱的机会 只不过那时 能笑的人就没几个了 十一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能够预知未来 一万八千点是个重要关口 既然已经突破 那么至少还会上涨几天 等到一万八千四百点左右 到那时就可以选择平仓 好 我会吩咐下去 临经理事吧 现在你还要我等你脱掉内裤吗 林国栋 你自己向周鸿生辞职吧 这样你在其他公司还能找到工作 要是等我去说 你就准备离开长城吧 爸 在刚刚收盘的时候 十一不但把咱们之前的亏损补了回来 还倒赚了一百多亿 资本市场有风险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所以如果不是有很大把握 我是不会出手的 多错 看得见利润 更看得清风险 这很重要 欢愉呢 爷爷 大哥他出去了 收拾晚点回来 哼 看看这差距 对了 十一 我想拜托你个事情 老爷子您说 只要是能力范围之内 我一定办到 你在港城这段时间 我想让你把还宇带在身边 让他听你的教导 跟你好好学习一下 老爷子 您这真是为难我了 你也不用做什么 让他跟在你身边耳濡目染 让他看看真正优秀的同龄人士 什么样的就行 就说是我说的 他要是不听你的话 你就来找我 不错 是该让那小子渐渐失眠了 那老爷子 霍先生 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下来 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 我和霍公子并不太合得来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这一点你放心 安兰也跟着你 平时还宇最怕的就是安兰 安兰的话他都会听 要是真不听 你就来找我或者老爷子也行 欲不着不成气 不能再放任还宇这么混日子了 安兰你等一下送下十一去文华东方酒店休息 是吧 安兰这个人是谁 他是我的朋友 十一我送你上楼吧 你是大陆人 难怪我看得那么面生 原来是从大陆来的 怎么过来淘金 想赚钱 我可以给你一点 但是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 港城可不是你们穷算内地能比的 我还以为港城的年轻人大多都像安兰这样 是有见识和素质的年轻俊才 没想到并不是这样 不要以为跟安兰认识就可以无法无天 像你这样的大陆仔 我随手就能捏死 安兰 你可是霍家的人 港城豪门之后 跟这种大陆仔在一起只会拉低你的身份 我觉得跟你这样的人认识才会拉低我的身份 十一 我们走 别理他 耶 霍少 你怎么在这里 看你脸色有点不太好啊 是因为在你妹妹身边那个人而心情不好吗 你见过他了 对 他好像跟安兰很亲密 何止是我小妹跟他亲密 连我爸和我爷爷都很欣赏他 霍少 既然你我都看他不爽 不如明天我是个爵 好好地羞辱一下他 让他知道港城不是大陆 做人要加起尾巴做 行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 不过他毕竟是我家的客人 你稍微动点手脚就行 别搞得太大 霍少你就放心吧 他一个大陆仔 在港城还能翻得了天不成 我懂分寸的 那明天我想办法把他预出来 剩下的事情交给你做 准备好了给我电话 我现在还有事 先走了 听我爸说 之后这段时间 我要跟在你身边学习是吗 学习称不上 先从跟我学做人开始吧 我知道你很不愿意 如果你有本事说服你爸和你爷爷的话 我也很高兴可以躲过这件产事 你这是拿我老爸他们来要我吗 不是压你 而是让你明白 现在你无法反抗 也没得选择 只能听我的 别觉得我是要管你的 我没那个前功夫 但既然霍先生和老爷子请求了 我还是会想办法改造好你 至少不要再做一个米虫 恒蛋 你说谁是米虫 你 怎么 想动手 你别以为有我爸和我爷爷给你撑腰 我就不敢动你 霍环宇 你想干什么 你没听见他说我是米虫吗 其实我觉得石屹他说的没错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除了整天花天酒地 跟那群狐朋狗友在外面刷卡箱费之外 还能干什么 甚至连你的信用卡账单 都是家里在给你付 离开了家里 你还算什么 让我和他谈谈吧 你放心 真打架 这个成天花天酒地的公子哥不一定打得过我 好 那我去一下洗手间 小妹 你居然还真的是担心我把他打了 难道你就不担心我被打 你被打也是活该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不服 我也没打算让你多服气我 但事实就是如此 你这段时间还真的就必须听我的 你以为你真吃定了我不成 不是吃定 是让你认清楚一件事情 你离开了火家 什么都不是 而我单枪匹马 这世上谁都限制不了我 你要是安心跟着我学 我离开港城之前 不说让你成为你爸的左膀右臂 至少投资方面 港城年轻一代没几个人能是你的对手 当真 你可别骗我 当真 行 明天我请你吃个饭 顺便带你见见我朋友 如果你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就听你的 好说 那我就先走了 你让我小妹早点回家 这么快就解决了吗 解决一半吧 他已经回去了 让你也早点回家 嗯 我那个大哥的性格可不是什么容易妥协的人 知道 他约我明天跟他和他朋友一起吃个饭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 要是叫上你的话 他就会打心眼里看不起我 而这一次要是把他收拾妥贴了 他也能心甘情愿地跟在我身边 那好吧 辛苦你了 那我先回去了 明天要是情况不对 你就给我打电话 嗯 应该用不着你的电话